大家好,我是王狗 我們一直都知道 世界上有很多進播的電話號碼吧 某某打過去是顯示通話中 通往地獄的電話 最後打過去是會出現像是火柴 啪啪啪啪啪的聲音 通往暗網的電話 那次是幾乎全部打過去都有恢復 但是呢,之前打過去的電話號碼 都比較是偏向於西方國家的 這次呢,我找了五個 比較偏向於我們亞洲國家的電話號碼 或許更有機會會遇到一些什麼事情 第一個電話號碼就是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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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們都會收到一些FP的訊息 看到最後的時候說 如果你不傳給誰,就會出事 那這個呢,就是這種很煩人的電話 據說如果你不打這組號碼 會有一個男生接起來 並且回答你說 如果你無法找到另外15個人 要撥打這支電話的話 你很快就會出事 這也是為什麼這組號碼 能夠在世界散播的這麼快的原因 好,所以我還有一個奇怪的電話號碼 現在第二組選手呢,就是來自於泰國 9999999 據說撥打這組電話的話 就會聯繫上惡魔 出滿你自己的靈魂 就可以實現所有的願望 也是有做一點好事的電話 第三組呢,是 1387027425 問號 由於這個號碼 過度的恐怖 所以最後一個數字被屏蔽起來 據說就是這一組電話 你打過去的話 會聽到一個女生接起來 傳來悠悠的哭訴聲 非常的真實 卻又虛無飄渺 我等一下就會 1到9都試一遍 那我們的第四組就是 江蘇的朋友 18223169909 這一組電話是比較酷一點 據說你撥打過去之後 你會回收到一個不知名的來電 那最後一組呢 我們就交回給日本的朋友 090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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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撥打過去的話 會聽到一個奇怪的噪音 還有爬行的聲音 在一週內 你會經歷意外的死亡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五組選手 每一個都帶有非常厲害的神秘色彩 而且全部都來自於亞洲國家 OK 我不多說 趕快來準備撥打吧 大家好 現在是撥完畫面的隔一天 因為那一天我算成兩個時間 一次是下午 一次是凌晨三點 下午播的時候呢 要嘛是 這樣子 後碼是空號 請查明後再播 不然就是 這樣子 記憶體是正確的 請按 後來到了凌晨三點播的時候呢 他的電話 日本爭執還有泰國惡魔 全部都一樣 是空號 但是唯獨就是 江西女教室 為數是問號的那一組 出現了一點稍微奇怪的事情 我先給你們看一下 四個畫面 好 那我們下一個播打 四個看 謝謝 太下了吧 这波子 不可能啊 我刚刚打4的时候是什么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已设计呼入控制 不是我再打一次 太扯了 真的是这个电话 你看 还是这只是电信局的设定 对你们有没有看到 他好像接起来了好几次 第一次的时候甚至有 但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是不是什么训练问题 后面几次他接起来 基本上也是什么声音都没有 不过就持续接下来几秒就挂掉这样 看我下午播的时候 晚上是截然不同的景色 我觉得是有点奇怪 接下来带你们看一下尾数6 我是 pré约的 打扮了 你就可以寻找分析了 10秒 10秒 你不停按摩 入筹 到 3秒 6秒 7秒 1秒 0秒 就一直回到一個 這有點像是那個主動電話講的說 地獄很空蕩這樣子 只差沒有女生在跟你哭泣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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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那邊 我是那個 你是那個電話的人嗎 那邊 我是那個 那個 網狗 蛤 網給了我啊 對 你是地獄的少女嗎 好 好 那邊 那邊 今天這就是我們亞洲這個無辜電話 的確 下午播跟在半夜播好像會有一點點那麼不一樣 或者是一點恐怖的氣氛 距離比較遠 或者是這間電話本來就有一些問題 導致大家會有一些心理作用 你看到剛剛最後那個人見起來 其實就可以證實了 很多時候 我們自己都會嚇到自己 那個聲音應該只是單純的訊號不聞 唯一一次成功的破解一個都市傳說 好OK那今天影片就到這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可以幫我訂閱大家喜歡 我們下次見 掰